投资2亿元建造的中国紫坛博物馆 里边都有什么藏品,什么看点 看完这个视频就全清楚了 这家博物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紫坛雕刻艺术博物馆 建管人士政协委员陈丽华女士 此馆开放于1999年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23号 其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 因为这里的藏品非常珍贵 所以这里既是正八景的4A级景区 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逛的博物馆 我本月北京旅行的第一站就是紫坛博物馆 同行人仍然是去年同逛戴庙的那位朋友 见面时他送了我一个药膏 专制跌打损伤 看来是发现了我的异伤病体质 大家好,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吧 我目前在这个地是北京的紫坛博物馆 一会咱们来好好逛一逛这 看展之前先说交通 从地铁高杯站A1口下车 稍微走几步就能到 这个博物馆有停车场 但是车位不怎么富裕 如果自驾建议早来 进去之前可以先看看导览图 真正的展馆只有紫坛工一个 另外这里的储物棍是收费的 价格我也拍下来了 共有需求的朋友们参考 买票在检票口买 全价票50元一张 我是刷经济纪年票进来的 然后我们走进紫坛工 发现它分为一楼二楼三楼和五楼 没有四楼 可能是出自建设者的个人偏好 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仿故宫前清宫屏风宝座 看过我故宫中轴线视频的老粉都知道 这个原件就摆在正大光明匾的下边 现在前清空不让进了 我在门口完全看不清楚 还不如看眼前这一件 这个房品宝座是红木材质 外层贴金 能清晰看到宝座背后是五扇屏风 上方雕刻着龙纹 总体非常华丽 让人叹为观止 进门第一眼就这么奢华 后边有什么宝物 简直不敢想 宝座后边的墙上挂着一幅明皇 遁袖五彩云浮龙纹抗入 这是清代的原物 它的底色是清代帝后专用的明皇色 上面绣着五条龙 以及云纹寿子 皆是祥瑞寓意 大门的侧面摆着紫坛木雕 大顶龙纹树柜 而且不止一个 这是仿照故宫太和殿原件制作的 但太和殿进不去 也没法看原件长什么样 单看眼前这一座 上面的浮雕 具是五爪金龙 金色的布件用的则是溜金工艺 此外店内还有一件 乌木嵌金丝男雕 白子图大镜瓶 这个白子图指的是背面的浮雕 但是白子图版本很多 我没看出来是哪个版本 它的正面则是一面大镜子 门厅靠墙的位置 放的是金丝楠木贴金雕 云龙纹顶树柜 仿的也是故宫太和殿的文物 它的内部材质用的全是金丝楠木 外边贴的则是七层纯金箔 上面的浮雕是九条五爪金龙 或有九五至尊之意 这个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 附近还有几座紫坛雕 博古图顶树柜 同样仿的是故宫文物 这是个高3.7米的大柜子 上面是顶箱 下面是立柜 金色的配件则是铜溜金材质的 而柜子上面的浮雕 复刻的是宫廷真丸的样子 然后我们进入后史 能看到陈丽华馆长的照片 右侧则是一幅纸意肖像画 这看起来和照片也差不多 另外后史的墙上 还挂着很多陈丽华的国画作品 我个人并不懂国画 只是好奇一个问题 这些大幅的画得画多久才能画完 一个月画一幅够不够 因为陈丽华馆长的社会工作 肯定也不少 他是怎么腾出实践来画画的呢 而后史中间的子坛建筑 这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故宫的角楼 它最上层的屋顶 是十字斜山顶加个宝屏 靠下的各面屋顶 则都是重沿斜山顶 再下面则是四面初爆煞 角楼里还有一面镜子 可以看一看内部的梁架结构 可能故宫原版的角楼 和眼前的复制品一样 也是彻上名造 另外展牌还说 角楼多角多岩 多山花多屋极 别的都好理解 什么叫多山花呢 我们来看这里 外边大的应该是伯峰板 里边的小三角便是山花了 现在我们进入西展厅 进去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千秋亭 这是按照故宫御花园的千秋亭 以1比5的比例做成的子坛模型 原版长这样 亭子的顶端是圆形窜尖顶 下边也是四面初爆煞 总体的形质是非常华丽 然后往侧后方看 还能看到一个雕工精美的木质如意 不知道什么材质 这个如意的头部 好似是观音菩萨的轮廓 如意中间则是唐僧师徒四众的形象 而这个房间的陈设 则是还原了清室正厅的样貌 我们能看到 这间客厅的布置 基本上是左右对称的 桌椅自画都得到了有效的还原 两侧看起来很空的架子 是波谷架 又名多宝阁 一般还会在上边摆放一些谷丸 除此之外 还常常用来充当室内隔断 如果觉得太远看不清楚 没关系 外边有单独的乌木多宝阁 上面的小格子 就是用来摆放小型古玩的 只是它没怎么摆而已 再往前走 能看到一套的屏风和宝座 这样的配置一般用于宫廷之内 且摆放在寝宫的明尖 什么叫明尖 我们还以前进宫为例 它面阔九尖 正中间这个位置 就叫做明尖 也叫做当心尖 而屏风宝座 就是摆在正中间 再往前 能看到一座清朝的 红木雕竹石纹嵃石罗汉床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三面矮围子 可坐可握可躺 功能近似于现在的沙发 不像床那么正式 也不像踏那么写意 我们再看细节处的外观 卓杰文浑身都是一目了然 那嵌石在什么地方呢 到博物馆里也不能上手猫 看着就像是镶嵌在这些个位置了 下一套是花梨木嵌螺垫家具 中间的镜子可能是用来梳妆的 那什么叫螺垫呢 所谓螺垫 指的是用螺壳背壳之类的东西 磨制出来的人物 花鸟 图形薄片 这种工艺应用范围很广 眼前就被用在家具里了 再看不远处这两幅清代古画 画我看不懂 但我们能看出来 外边这一圈就是螺垫 而下一个家具 展牌说它是紫檀镶嵌螺垫签字文书柜 正面的说法用的是 乾隆临摹槐素草书签字文 照刚才的说法 这些个字也是用螺壳一个一个磨出来了 然后再镶嵌进去 但这个字为什么这么黄 完全不像螺垫的颜色 再往前是乌木侍女屏风 这个屏风一共有八扇 所以它就是八扇屏 其实传统相声八扇屏 就是取材于近似的屏风 每一扇上面有一个人物 每个人物各有一段故事 但相声一般只选三段 大都是猛撞人收尾 只是那边的人物和眼前不同罢了 看完了一楼西展厅 现在我们来到东展厅 迎面就是万春亭 他也是对故宫玉花园万春亭的复刻 原物长这样 万春亭和千秋亭极为相似 想要分辨这两个地方 要么看扁额 要么看里面凿景的细微差别 看实物很容易区分 但看镜子里的复刻版凿景 就不那么容易区分了 它的侧后方是紫檀木雕 乾隆玉笔书法 斗陆腐十善屏 看名字就知道 上面的书法是乾隆的巅峰作品 斗陆腐 原版的书法卖了四千多万 眼前这十善屏的看点 不仅包括书法 还包括这个位置 看中间是不同写法的寿字 边上是奎龙纹 这个叫做奎龙捧寿 而斜前方的字画 也都是陈丽华馆长的作品 外框则是紫檀木的外框 下个大型看点 是紫檀木制的万荣飞云楼 其实同款的楼 我知道的有四座 除了万荣飞云楼之外 还有戒修仙神楼 万荣秋风楼 临坟霍州古楼 你看它们长得像不像 将来早晚有一天 我要把这些楼通通走过来 通通做成视频 再往后是紫檀嵌木雕 五幅捧寿大镜屏 正面是大镜子 那么顶端的五朵符文 上面还有个寿字 应该就是五幅捧寿了 再往前走一段 就看到了紫檀制天安门城楼模型 这是按照一比三十的比例 用小叶紫檀制作出来的 看它一块块砖的细节 做得也很到位 天安门本是明清两朝的皇城正门 此门面阔九尖 屋顶是重沿歇山顶 几寿是一套十个 和太和殿相同 因为毛主席从在楼上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消息 所以此处便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下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展品 是一张架子床 这种床的特色 是四面有立柱 有围栏 同时留出上床的缺口 它的奢华板叫做八步床 长这样 这是我2019年 在重庆八语谷床博物馆拍来的 而眼前的这座架子床 是红木材质 它的镂空浮雕花纹 视为白鸟嘲凤 所以便得了 红木雕白鸟嘲凤架子床 这个名号 然后我们登上二楼 出来就是休息区 允许歇脚 但不允许吃东西 旁边则有一个损毛体验区 对面则是纪念品商店 这些不多介绍了 我们直奔东展厅 进门就是乌木 嵌黄阳的屏风宝座 它的功能属性 刚才说过了 与前一套唯一的不同点 就是这上边 镶嵌了黄阳木材质的龙温浮雕 再往前就来到了 一个传统的洗塘 上床的门洞是半圆形的 这个叫做月动门架子床 而两侧的其他陈设 则是新人日常生活时 所需要用的东西 再往前是紫檀 嵌樱木梅花式圆桌 据同行的朋友说 这套桌椅常见于偏庭 一般供女眷使用 桌子下边这些木条 就是女眷们用来歇脚的地方 而这一套 就比较像正庭的布置 看这个椅子背 上方是符文 中间是寿字 下方则推测为如意文 看到乌木嵌樱木 雕灵之文画案时 我们来补说一下樱木的概念 这个词专指树木的增生部分 而不是专指某种木材 而器具外侧的花纹便是零指纹 其余的家具 我们之前说过了同款 所以不再赘述 拎出东展厅之前 关注一下 这个紫檀嵌五色玻璃多宝格 多宝格说过了 但这一件不一样 它上面的花纹元素 总体来说是中式的 但上面镶嵌的彩色玻璃 明显是受到了西方元素的影响 属于是一件中西合璧的产物 现在我们走出东展厅 直奔养心殿 这是按照故宫养心殿的寝宫 来原样复制出来的 毕竟故宫的养心殿已经闭门修缮好多年了 暂时看不着了 就先来看看这个复制版吧 下面我们奔向西展厅 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天坛青年殿模型 这个随便看看就好 上面五楼还有个大的 到那边再细说 之后看到一件黄花梨树柜 这种材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比较多见了 此外这边还有熟悉的屏风宝座 它和之前同款家具的区别 在于椅子的两侧 有放东西的空缺 古人可以放烟袋书本之类的东西 金人可以放手机充电器之类的东西 就比较方便 后边有一件黄花梨四出头关帽椅 比较典型 我多说几句 关帽椅指的是大脑位置 形式关帽 但只是血液的形式 那么什么叫四出头呢 这个指的是 红圈的大脑和蓝圈的扶手都探出头 一共四处 所以就叫四出头了 再往后是一间名师正厅 一名带旧历陈列 内容的家具都是黄花梨材质的 而挂在墙上的紫器东来四个大字 乃是中央美元教授黄永玉的书法 再前面的黄花梨胶椅 也是一件比较典型的文物 因为下方椅族是交叉的 所以名为胶椅 它和马扎是同根同源的 但比马扎尊贵的多 在古代 得是拥有一定地位的人 才能有坐胶椅的资格 然后我们走出二楼西展厅 奔向三楼 三楼正中间摆放的 是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赠送给陈利华馆长的手工编织地毯 这是来自大户的赠礼 可惜外侧围着一圈建筑 不能走进去细看 只能从远处凑合看看 而包围地毯的建筑 则是一套民宅四合院 里面的建筑不那么整齐 毕竟是民宅 一家一个样也说得通 另一侧较小的紫坛建筑 则是一个王府 但不知道是哪个王府 这套建筑就显得规整很多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全是一家的 所以格局也是统一的 王府周围是陈利华馆长的社会活动记录 玻璃柜子里摆满了各种荣誉证书 其中汶川地震的捐助证书 显得格外醒悟 此外还有和他的丈夫 也就是池松瑞先生的联名证书 后边还有各国元首的赠礼 以及新中国几代航天员的赠礼 球星罗纳尔多 马拉多纳等人的赠礼 甚至还有来自中国海军和陆军的赠礼 可以说是探为观止 现在我们准备奔向三楼西展厅 还没进门先看到两幅连战的书法 其实刚才三楼还有一座连战赠送的 连年有余木雕工艺品 馆长这个人脉是真的厉害 走进西展厅后 第一眼就看到了阴沉木制作的北京永定门模型 这座城门始建于明朝 本是北京外溪城门中的正门 但原版的永定门在1957年被拆除了 后来陈利华馆长使用阴沉木复制了这座城门 所谓阴沉木指的是机缘巧合之下 被埋在河床之中浸泡数千年而形成的特殊木材 可以说是非常珍贵了 如果登上旁边的俯瞰位置 还能看到更多的细节 尤其是上边的一块块砖 每一块都是分明的 顺便说一句 子澹博物馆所复原的北京城门并不止这一座 而是将北京的16座老城门 全都做成了木制房品 只是目前没有展出在这里 但在报纸上能看到新闻 这是一份留给后人的不一样的文化遗产 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博物馆与这些真品重逢 而这个展厅靠墙摆放的 则是清明上河图大插屏 这是把原版的图画做出了一个放大的版本 而且是好多幅 且细节雕刻也很到位 水波纹都是条条分明的 这个造价和成本简直是不可估量 展厅另一端的耳房是佛教文化区 这里边除了佛和菩萨的造像之外 也还有很多子澹材质的佛刊 这代表的是陈丽华馆长的宗教信仰 屋里的这件金色藏经柜 当看外表看不出材质 实际上它是幼木贴金的藏经柜 佛教房间的门口有一座发红的木制柜子 这个是白酸枝雕花柳树柜 外侧的浮雕 资料说是西洋花 但我感觉它还是像博古文 现在走出西展厅 然后在三楼的楼道里 看到了一座紫坛木雕水浒传 上面有九天玄女赐给宋江三卷天书 有野猪林鲁之身搭救林冲 有智取生辰纲 时间有限就认出这些来 前方是一个小型的金丝南家具展厅 进门先看到很多陈丽华馆长的画 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时间管理的 然后我们看家具 听说金丝南木是非常昂贵的 谁家里能有这么一套 可就是传家之宝了 屏风宝座咱们看过了 现在看这套金丝南木雕葫芦文方桌 仔细看 无论是桌子下边 还是两侧椅子背后 都有很多葫芦文 葫芦谐音既为福禄 走出金丝南家具厅 进入三楼东展厅之前 先看看门口这幅紫坛雕 山水人物屏风 这是一个三绅的屏风 上方的纹路是华丽丽的凤纹 中间则是山水浮雕 总体观感是非常华丽的 走进西展厅 第一眼看到的是紫坛雕龙泉寺排放 原件则在山西五台山的龙泉寺 这是一座四柱三门三楼的牌楼 屋顶是歇山顶 上面一共雕了320条龙 这是把原版石排放的工艺 活生生的给复原出来了 再往前的小屋里 摆放着原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 所打造的一系列家具 他是天津保底人 以前在天津当过市长 所以老天津人 基本上都知道他的这门手艺 再往前的一束大型作品是张木根雕西游记 其中比较熟悉的场景 有西游师徒四众形象 包括孙悟空龙宫戒宝 水连洞七大圣巨翼 孙悟空大闹天宫 真假美好王大闹南海 黄梅虚射小雷音等等 时间有限就认出这么多 再往前还有一份成龙赠送的纸雕工艺品 雕的是紫坛宫三个字 再往前能看到一面巨大的檀木边框 透雕吃文欠黄阳木正板桥书法为凭 腰端雕刻的是赤龙文和寿字 侧面和上方还有福字 上方则是正板桥的书法 道琴使手的节选 最后我们抵达五楼 五楼墙壁上除了池松瑞先生的剧照之外 还有很多星云大师的书法展 这位星云大师便是陈丽华馆长 走进佛教世界的领路人 而五楼正中间是一个大号的紫坛天坛七年殿 它是以一比十的比例 复制了北京天坛的七年殿 不说用料多少 单单这个成品的重量就达到了十吨 其造价可想而知 逛完了一整圈紫坛博物馆 终于在最顶层看到了最为震撼的展品 而我们的旅行也就此终结 来着之前我觉得造个博物馆而已 怎么可能会花两个亿 逛完之后我会觉得两个亿不够用 换别人投资两个亿 应该做不到这个水准 猜测是馆长本人的强大人脉和技术积累 节约了不少成本 而且这些钱应该是都用在了刀刃上 所以才会有如此震撼的参观体验 反正这50元的门票绝对不亏 之前我一直说要找个机会 出一些家具类文物的解说 没想到当初挖的坑 竟然从紫坛博物馆填上了 这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但不知下次纪元巧合 又将会在哪座城市出现 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期待一下吧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